《 美男戰國 穿越時空之戀》 因為一道閃電累積 女主角意外地穿越時空 來到了日本的戰國時代 不僅恰巧遇上了本能四肢戀 陰錯陽差救出命危的枝田信長 還成為了信長牽信兩陣營 11 位美男子武將的戀愛風暴中心 日本高人氣的手機平台戀愛模擬遊戲 《 美男戰國 穿越時空之戀》 經過完全中文化 在台灣賣場上架推出啦 《 美男戰國 請到知名漫畫家單綱繪製人物設定 導入語音功能還有專屬的主題曲呢 結合了AVG 和養成的玩法 在遊戲中碰巧救了枝田信長的玩家 將被當成公主一般 隨時在枝田軍中 得以和11 位心儀的知名武將發展戀情 當然這11 名帥哥 都是當紅知名神優配音演出喔 在充滿美男子的戰國時代 究竟是要排除萬難回到現代 還是選擇成為天下霸主的愛人呢 就讓玩家們進入遊戲中自行體驗囉 成像剪圖動作遊戲《假面破壞王》中 有三種職業可以選擇 藍帕斯托是近距離的好手 佩德拉的雙槍刀可以將敵人挑起在空中連續攻擊 逆波則可以將敵人全部拉到面前集中攻擊 玩家能夠隨時切換想要遊玩的角色 依照裝備不同的假面會有不同的外觀跟能力 加上滑動右類型的動作使命 打習慣來可是很刺激的喔 由日本戰國動亂時代為主題的即時戰略 RPG 戰國修羅宋 除了豐富的志勤 與多名日本畫師精心繪製的卡牌 還有著豪華的生用陣容等著大家來體驗 戰鬥一開始必須要先配置布陣 部隊裡也有著技兵 弓兵 槍兵的屬性相可設定 必須要觀察敵方的陣營來配置適當的屬性 英雄卡片也有著各自獨特的戰鬥技能 可以強化我方陣營的各種能力 喜歡戰國題材的你可別錯過囉 探食蛇類的遊戲 一向是以不能碰到自己的身體為準則 但這款Ophidia 要讓你體驗與眾不同的探食蛇玩法喔 在本作中 玩家扮演的蛇依然會越吃越長 但吃東西的方式並不是用嘴巴 而是用蛇最常使用的纏繞 當玩家用身體包住獵物 並且成功觸碰到自己的尾巴時 就算是完成吞食 而隨著越吃越長 玩家能夠包住的獵物也就會越大 甚至可以一口氣包住數個獵物一口吞下 但獵物也會不停的移動或引擎 要如何長大到足以吃下關卡的BOSS 就看玩家的金蛇蠶絲手囉 還記得無理投小遊戲 在你身後裡那有趣的一家人嗎 這次的新作 玩家要來幫忙弟弟 把媽媽藏起來的遊戲機一一找出來 玩法就像逃脫遊戲的過程一樣 發揮手邊各種道具來搬箱倒櫃 不過可沒看起來的那麼簡單喔 這無理投的一家人 總是有著各種爆笑的謎題 要你發揮想像力才能解得開 同時還要一邊小心不能被媽媽抓包喔 幫牌蟹鬥除了比人多之外 還是要靠點頭腦的喔 在Defend your turf 中 玩家必須幫助人數少的紅軍 想辦法對抗人多勢眾的藍軍搶回地盤 遊戲的方法有點類似即時戰略 由於每個敵人都有一定的視野範圍 玩家可以派出單兵分別引誘敵人來進行圍毆 並且適時的切換挨打的角色 來保持集團的戰鬥力 另外場上也散落著垃圾桶和鋼管等道具 玩家只要靠近就能夠拾取這些道具 好讓包袋神員獲得更強的攻擊力或護甲 請想辦法以致比聖 將藍軍趕出這片土地吧 Hyper Blaster 是一款快節奏的射擊遊戲 周遭的霧雲中會生出大大小小的敵人 玩家去消滅越來越多的敵人 爭取存活下去的時間 透過長壓和點擊 會發射子彈消滅這些敵人 而這些敵人的血量和移動速度 都和他們的體型有關 不時出現的武器方塊是你的一線生機 玩家必須善用這些威力強大的武器 優先消滅速度快的敵人 好得到更多的擊殺術 來解鎖新角色喔 充滿科幻色彩的駭客入侵系列 現在入侵手機平台囉 Dio X GO 和本傳的架構不同 是一款回合制入侵意志遊戲 在有限的道路中 玩家要想辦法繞過警衛和防護機關的看守 到達通往下一關的終點 機關和警衛都有他們的射程和移動速度限制 必須計算好格數 利用黃色的入侵點來通電操作機關 或是啟動引擎道具來閃避他們 如果計算正確 甚至可以讓敵人成為障礙物來幫你擋子彈喔 看完了奧運跳水項目 你是否也躍躍欲試了呢 Flip Diving 能充分滿足你想挑戰花式跳水的渴望喔 遊戲的玩法非常簡單 選手將依序前往 各個高度不同的跳台上 當選手起跳之後 長壓螢幕能夠旋轉選手的身體 完成的目的就是讓選手成功的一腳 或是頭部入水來完成挑戰 你旋轉的圈數越多 和落水姿勢越完美 就能夠獲得更多的獎勵金幣 但要記得瞄準角度 否則摔到跳板上可就太慘囉